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了夏 商 周时期 性被保留下的各诸侯国和贵族大夫通常以封地为氏 战国时期赵国 秦国 魏国 韩国 因曾被封在赵地 秦帝 魏的 韩的 得到赵氏 秦氏 魏氏 韩氏的称呼 其中赵氏和秦氏都是杨姓 魏氏和韩氏都是姬姓 史还有一种来历 就是被国君赐予 例如齐国的兵圣孙武 本来应该称为田武 齐祖父田叔被齐国国君赐为孙氏 就从田氏家族分出来了 简单的说 一个人的姓是永远不会变的 因为人的祖先是永远不可能变的 姓与祖先所在的地域相关 而一个人的史却可以变化 有人以中帝作为史 有人被天则或诸侯国君赐事 等等 而平民百姓根本就没有姓和氏 只有一个名 春秋战国时期 甚至一些将军级别的人物 也只有一个名 并没有姓和氏 春秋战国时代 名义上仍然是东周统治 沿用周朝一套姓氏体系 到了汉朝以后 姓氏才归为一体 姓和氏说的是同一回事 如果按照姓来规划势力 战国七雄应该分为四个派系 一 天子派系 边国 魏国 韩国同姓姬 他们应该坚定地拥护周朝的统治 二 西方派系 秦国 赵国同姓颖 理应结成同盟 三 南方派系 楚国姓名 在南方自成其系 四 东方派系 齐国姓将获归 独居东方而成一系 历史要真是这样发展 秦国 赵国同盟 战国会怎样 不用逼着多言 肯定是秦 赵恒嫂 其他五国 也不会有长平之战 韩南之战的惨令残忍了 那样的战国历史 又将是另外一番风味 历史没有如果 秦国和赵国 在真实的战国历史上 不但为有结成同盟 反而是相互斩杀了最多对方的将士 返回搜谷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